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一盘的 就是第三届盛州杯中国王中王维席争霸赛 今天是第二轮 第二轮 也是半决赛了 对 因为一共是八位棋手参赛 今天的赛场显得稍微空旷一些 昨天第一轮当中 昨天我们看的是范婷玉 对 战胜了柯杰 也是上届冠军 极限逆转 对 很强啊 然后我们说范婷玉 确实今年状态非常好 但是呢 比他状态更好的 就是我们一会儿要介绍这盘棋 状态更好 李轩豪和 李轩豪今天 今年的发挥确实是 我觉得是个现象级的棋手了 对吧 确实 就突然之间好像 对 就非常神奇 所以我们一直说 就是在AI时代 肯定是有一些棋手会一军突起 或者说这个棋台上 会不会重新洗牌 但是其实说实话 这些年倒没有特别大的变动 但是李轩豪 李轩豪这位棋手 确实是给我们证明了 这个天道酬情 因为李轩豪 大家都说 他可能这个用 就是用AI来辅助训练 他是可能 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棋手之一 就是他对AI的熟练程度是非常高的 确实 非常用功 那么今年呢 他的成绩现在也是 我看看到今年为止 他是下了32盘 赢了25盘 也是在我们多胜 中国棋手多胜榜当中 排名第一 第二位就是这个 范廷宇 范老板 他们俩的这个 好像对局的盘数是一样的 但是李轩豪还是要多赢几盘棋 所以他的等级分也是一路 一路飙升 一路飙升 暴涨 暴涨 现在好像是第几 第四 我上次看一下好像是 李轩豪吗 对 没有没有没有 第六吧好像是 第四 范老板是第四 范老板第四 第六还是第七 反正是就是冲进前十了 这好像在他的历史上好像是 好像很少进前十 还是有没有进过前十 我不敢保证 应该是没有 所以今年这个李轩豪确实是太强大了 太强大 而且在上个月当中也是收为了九段 是 双喜临门 好的 那我们也是先进入今天的棋局 看看他是怎样的神奇 对 对手 孤子豪 孤子豪现在等级分是第二位 就孤子豪也很强 恶霸也是非常强的 但是是这样 就是 从一个现象咱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今天 我来之前 看了一下这个 就一城 他的这个网站上的赔率 他两人之间的竞猜 竞猜胜负 就是他们俩 就还没下之前 还没下之前 压李轩豪 你就比如说 你压一块钱 那么你只能赢七毛 就是有一个赔率 对 就是赔率 就是他的赔率是低的 孤子豪是高的 就是说大家更看好李轩豪 就是对 如果说在换作一年前 我估计就是李轩豪至少得1.5以上 就是这种 对 李轩豪是 这一年 真是成长得太迅速了 神奇 就是我们刚才说是 吴一鸣是小魔女 这李轩豪应该就是小魔仙 小魔仙 小魔仙巴拉拉 这是属于 对 李轩豪其实也是 我们说李轩豪 也是以这个颜值著称的 这个奇谈如果要评价 这个几大帅哥 我觉得李轩豪也是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但是你看人家这个明明可以靠 偏偏要靠实力是吧 是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 而且他的奇就是 为什么说强呢 就是他的胜率当中 很多盘奇都是碾压式的胜利 就这点也非常恐怖 就没有失误 其实他的对手不弱的 就像包括今年他 这个亚运会选拔赛 你想能参加亚运会选拔赛的 首先你就是有一定门槛的 很高的门槛 对很高很高门槛 很高的门槛 但是就是他在当中 就是你看他那很多旗下的 好像就是一边倒的那种胜率 对 就是很恐怖 很恐怖 这个是不是小身 见了也要摇头呢 这个 现在不是号称一个深功智能 我们也有宣功智能 宣功智能 很好 看看谁的功能更强大 对 挂脚 飞 脱鲜了 这宣功智能 这宣功智能开始发挥了 这个 这个企业 我倒是有个 这个意思 这个企业 这一手 王老师见过吗 这手企业你见过吗 我现在说说也见怪不怪了 见怪不怪了 就是这一首棋 我真的是我第一次 别人跟我来这首 直接我就蒙圈了 对 因为现在在这AI时代 就说 哦 你就不管任何天外分仙 我们说 哦 又飞了 又见上帝了 对 然后那个什么 我好像推荐 就是这个 好吧 就是这个棋 现在已经成这样了 是的 因为你说实话 就是你肯定很有视觉冲击力 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都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棋 真的 现在就是这个棋 我就给你们摆成这样 这个咱们后面就不用再去关注它了 就是咱们实在是整不明白这个事情 对 反正这个棋 我要是下成这样 就是我不敢这个了 这个白棋 我就老老实实拆个边 就是说以后再来这招的话就有一拖 对有一拖 然后白棋就往上并 对往上并 关键白棋不太好 一拖 就是最好的下法是一并 对 好像是往上一并 好吧 不是 这并不是乱摆的 是并一个是绝对是还可以的 我相信肯定不是乱摆的 因为AI有太多让就是有这种冲击力的 所以说现在面对这个棋 就是别人一小木星为一小飞 我就知道可能他要来这个 所以在这个AI时代看齐 反正心脏要练得强壮一些 实战这个我们拖先 黑棋加 然后再拖先 再拖先 再肩顶 这个就是各走各的 各走各的 这个棋 跳 实在是判断不出来 差不多吧 我觉得完全相信这两位 李轩豪 胡子豪 这是我们中国顶尖棋手 他们AI这种熟练程度 前十几手我觉得是完全相信的 肩充 肩充这个贴反正一般好像都不贴 一般好像都是直接拖先的 是好像这种小飞肩充 就是黑棋就拖先的下法特别多 是不是不管是这个贴还是爬 都少 是有点亏的感觉吗 就是 不愿意下 不愿意下 但是具体你亏到亏在哪儿吧 也说不少 说不好 就原来你就是 这个袜粘我现在我是要亏了 就是因为之前这个 其实我本人都特别喜欢袜粘 就袜粘比如说摆着走一个 你身就是 原来还老这样下呢 对 捞实地 对捞实地 但是后来同学就发现 就是这个局部好像 黑棋有点重复了 有点重复了 就你不袜粘可能这个脚也是你的 然后你袜粘了这个脚也没增加 还是这些 所以现在帮白棋往中间下了 所以袜粘我是要亏的 但是这个贴跟跳交换就 不好说 但是大家都不下好像 都不下 贴的少 一般贴和爬都少 那这盘棋还是贴了 这盘棋还是贴了 贴完之后再来 加工 加工的时候 白棋先搬一下 有什么用意 没什么用意 就是搬一下 他一会告诉你 一会告诉我 对 他先靠 他先震 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 这个古子豪 李轩豪我感觉 就是现在他对于AI的这种 咱们肯定怀疑不了 但是古子豪能怀疑吗 怀疑什么 就是现在这个棋 你说对这个熟练程度 对 因为我感觉黑棋被白的一阵 就往这走 我感觉不太对 你说飞在这个地方 就这个棋型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前十几手没问题 因为往后这个肯定会 不可能像电脑一样 全部把它背下来 我觉得这部飞的感觉 就挺奇怪的 我感觉 就是这底下你还有个这个 上面你这个棋型也很松 就那你这样 你何苦自己贴一下 那你直接加工它 它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白棋 对 王老师觉得呢 就是 这太难了 太难了是吧 就是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这个地方 我的感觉 我感觉这个地方被震完之后 黑棋就是如果飞出来 不是特别满 不是特别满意 就是这个形状有点 形状不太好 有点歪 对 当然这个棋也不知道 你看 它搬一下它叫 挖 你不知道搬干什么呢 准备走这个 挖一个 什么 什么 怎么走哪了 这个棋 挖在这里 空挖一个 是吧 生气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 还真有 AI选点里面有这个挖 不是 就是这个局面下 有这个一挖的选点 就这样的时候 走这 有这个选点 行吧 所以你说习惯了吧 慢慢就习惯了 习惯了吗 我现在我就有一种想法 特别想跟你学校下盘棋 那你 人家我觉得可以满足你吧 那不一定 那也不好说 那现在 这个 他太忙了 太忙了 比赛太多 我就觉得 这个什么情况了 这个是 这不其他用意 我都不明白 就是你要是神性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一看到 AI里有这个悬念 我觉得就 很用功 肯定是摆过这样的局面 要不然 是吧 如果没有 没有这个做参考 自己来挖出来的 可能性大吗 你觉得 是没有可能 不是大的问题 是没有可能 就是 就打死我 我也不相信 这期还能往这下 就是 你不会往这想的吧 不 是绝对不会的 就是我 AI出来再长的时间 我也不可能 往这个地方想 这太神奇了 就是这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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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人家这个 起力提高的快 是吧 成绩提高的快 确实有道理 是 那这 练得多 就是确实 你别说我了 王老师 我就感觉 你就换对面 孤子豪 强不强吧 你当时惊讶 他肯定 你认为他会惊讶 我认为他肯定 会惊讶 对 就零红一袜 就我当时 看到这部袜的时候 我现在特别想 就是这个时候 要是能看一下 孤子豪的表情 感觉就特别完美了 就是 他的表情 是什么样子的 要采访一下 孤老师 对 看到这部袜是什么 对 但是心理活动 是什么样的 要他特别淡定的 如果他也见过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我就不好 那我就不知道 也有可能 就是我觉得 要是柯杰的话 他肯定 啊 柯杰的精灵 对 这个 就是你要打里边 我可能觉得 白旗他走两下便宜了 可能 就黑旗应该是要打外边 我看了一下 好像说两边都可以打 黑旗两边都可以打 黑打 哎呀 就是我的感觉 白旗你本来 这黑旗子这么多了 这个子 你搬两下 就准备气了 就算了 你怎么还挖进来 还在这 在这活着 这个字 但你说挖是不是就类似于 以前我们这种靠啊 这种气 其实它就是更进一步 但是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就是都是紧紧的靠着你 借进行气 就是说腾挪的时候 肯定是借近 就是借力肯定是 是很能理解的 是 但是就是从这个地方找到突破口 太难了 但是既然有这样的棋 我们就得去分析它了 对吧 就得理性的分析一下 理性的 在理性我感觉就是 也 就是 这个棋真的能学吗 这部棋 那你看效果 看效果 看实在效果 这个棋 你可以再往后看一看 再往后看一看 就是什么 就这个地方把黑棋给吃了 是吗 还是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 不可能把黑棋吃了 那不可能 就是它可能也是一种腾挪 对 我们看看 你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浩阳老师 其实是很 我觉得你特别真实 就讲气的时候特别真实 表现特别真实 特别真实 对 特别好 那不真实 就是确实 这样就便宜了 是吧 就便宜了 不知道我 生理便宜了 这我不能 这搞不清 我就是想请你判断一下 这是你的感觉 就是我真的 你让我真说感觉 说真实的话 真实感觉吗 真实感觉 我觉得就白的就不是棋 就是我就觉得 就在这里边 处半天 就这个子我认为 就从我对为棋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子是要弃掉的 对 这样子走重了 是吧 就是走重 你在这边处一坨 就是感觉 为了活这个十几木棋 便宜吗 就是说它挂的时候 从外打是正常的一个思路 我觉得 是外打 是应该是外打的 就外打 让白棋在这里活 是我就说 反正我这么多年 就是对棋的这个理解 是让白棋在这里边活 那其实像孤子豪九段 他的这个下法 其实是符合人类吸收逻辑的 是吧 对 我觉得是符合正常逻辑的 就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说黑棋 能不能尝这个 就是有没有可能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就是说 来推敲一下 有没有可能尝这个 是 王尤老师 要能尝到是 因为这个斑明显是一个好点 对 斑肯定是一个好点 但是斑呢 它是一个好点 但是黑棋虎呢 就是说也有价值 就这部棋对于外边来说 本身也是有价值 虽然没断点 但是这部棋本来也有价值 所以说就是黑棋能尝这个的话 白棋 白棋应该是不能连了 它应该就是出去 清理一些 它应该是出去 就是尝这个大不大 就是我觉得孤子豪 他的想法肯定还是觉得 这里这三个 就这个子 我不吃你 我觉得它不大 所以我走在外边 就他的这个想法还是很 很正义的 很正义的 就我觉得黑棋的应对 应该是没有问题 至于要是下成这样 白棋就便宜了 那我就真的就是 太难了 那就太难了 因为说实话 本来这个地方 就是下到这儿飞 我觉得白棋本来在这个地方 行棋是 就感觉挺大的 就突然不下了 跑这儿活一块 其实本身对我来说 就颠覆了我可能 就是对围棋的一个理解 就现在你从 如果讲道理的来说 白棋现在活在里边 黑棋走外边 然后现在轮到黑棋下 对 黑棋现在 讲道理 对啊 AI不跟你讲道理 那我们现在黑棋是飞过来 其实感觉黑棋是比较流畅的 对 但是AI给出的胜率 好像我看看 也翻差不多 没有差别很大 但是白棋稍好 是 就是已经真的是突破了极限了 我真的 但是其实还是一个 基本上是个军事吧 军事 还是军事 但是不是说 不是说白棋 黑棋是压倒好的那种感觉 白棋胜率高点 白棋现在胜率是 60 60多 60多 其实还是军事 其实是这样的 王老师 就是白棋他没有亏 已经颠覆我的理解了 就是这个棋 白棋这样下 他没有亏 我已经觉得很神奇 要是你打分的话 你觉得可能 你就给黑棋 七八十的胜率了 就可能黑棋 我觉得至少也50以上了 就这个棋 就我感觉 对 没亏 就没亏 我已经觉得很神奇了 这件事情 对 我们接着看吧 这个棋 确实 就你刚才给我摆了一个 二路拖 往上定 马上你看白棋 就来了这一袜 所以说现在 就是惊爆眼球的招法 真的很多 刚才那个拖呢 我就是我还能理解它 就因为它正子 两面的友谊 就是说 它这个棋 白棋确实 就这部棋 我是就打死我也想不着了 对 确实是 今天中午因为提前看了眼棋 看到哇的时候 我也特别吃惊 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 就是是不是 或者下成像 就是说 或者是孤子豪 或者是国家队的 就是咱们已经 就研究到这种地步了 那我也 对 我也就是 对很想知道 就是真的 就这部棋 可能已经成为 就是很神奇 已经进化到这个程度了 对 对自己产生了 是吧 感觉到恐怖了 有点恐怖了 不过这样还早 棋吗 还是早 棋还早 其实它 真的实在中碰上的话 我觉得你大概率 也会下成这样的 对吧 对 也不用过多的担心 在拖的段 拖段 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 就是这中间 不好下了 是吧 就是如果直接 如果我们看 如果直接走这个 走这个 走这个 那么黑棋 应该不是从这段 它应该是要从这段 就直接给你冲断了 这地方 它这个地方 争执有力 你争不掉我 然后白棋脱段的意图 是不是 想在这儿借用两下 和这个争执有关系 应该是这么个意图 重拨一下 是吧 找找头绪 对 应该是这么个意图 但是我说实话 这个棋 如果薛阳豪 这个棋都看到了 那么它之后的这个变化 估计它也看到 但是后面 这一段变化就能看到吗 你说这局部 我觉得定型是有可能的 就是单纯一个局部 不是 它肯定是跟这儿有关系的 如果这儿 如果这儿 这儿什么都没有 它这个 我觉得它就亏了 它这个棋 它如果直接来 这个肯定亏了 它现在是因为有了这个 它把这个跳起来了 然后你走这个 它把这个震过来了 就是你这个地方 你攻不到我黑白棋 它觉得 那么你这个后市 就没有用了 就没有 它发挥不了太多的作用 所以我这个地方的实力给你活了 先撈了 对 它这个跟这个肯定是有联系的 然后再来处理这块 它是有联系的 如果你这个攻击 收益没有那么大的话 那我就便宜了 它实力就便宜了 它等于把你这个地方实力给你破了 我有点理解 例如说 AI给出了这样一个胜率 它其实也是基于对这边的棋子 它觉得是有活力的 它不会被攻得很惨 对 是有这个底气的 如果说白棋被攻的 攻击的比较惨的话 那可能这个胜率就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你不要说攻得惨 就是你这没有坚冲 你直接下这个 那肯定胜率绝对是黑棋好 所以这个它都是有联系的 所以我就觉得 全局的 太可怕了 真的就是宣公正能了 有没有比赛 原来说柯杰跟深圳旭示范棋 要不让宣豪跟深圳旭示范棋试一试 这个什么情况 有没有这个 我们的有实力的爱好者 安排 就看到这种 作为骑手来说 就寄养难耐 就特别想自己也去试试 那你跟他约一下 约一下 我们有没有电视机前的爱好者 给我们浩阳安排一下 不不不不 就是看看最好还是比赛当中 或者什么 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碰到就最好了 还是这个好胜心 没有我只是想试一试 就是 不过骑手都会有这种好胜心 我觉得 是吧 应该是 很正常的 这种胜负心 你看白旗现在是上面 通过这个 多了几个借用 对 多了几个借用 然后就在这边挡下来 就处理 特别有 确实给我感觉 特别像AI的那种风格 对 就是 AI的有一种什么风格 就是 你看它 它特别孤零零的几颗子 就它的一系列操作 操作完了之后 操作完之后 你发现 怎么那么容易就做活了 对 AI的操作 就是它一动操作之后 它就 胜率就非常高 然后我们操作一下 就操作之后 一顿操作猛龙虎 一顿操作猛龙虎 然后一看胜率0.5 对 不这好像是AI的一个特点 就是 我看那个 在维天地上 崔灿老师写的文章 他就强调 他对AI研究也特别深 是吧 他说 我们人类和AI 最大的两个差别是 我们一个是高估了 后世的作用 高估了后世的威力 一个是我们低估了 棋子的活力 这是我们和AI差距 就是最大的两个分歧点 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你看就是这个 可能就是低估了棋子的活力 在AI眼里 这些棋子其实是 充满了活力 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是 那么惨 对那么惨 可能也是基于这个判断 对吧 你认为黑棋好 也是对他这个后世 是不是高估了他的威力 对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黑棋这个地方 能不能打吃 我这个棋 打吃了粘上行不行 这个棋 就是黑棋打了之后 挡了一个 肯定局部是最好的一下法 就是把白棋这个两子 成功的拿下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跳出来了 但关键是 现在我这有虎 你这跳出来 感觉也很重复 白棋通过你这个气筋 我挡下去了 就我觉得黑棋 现在重心在外边应该 就白棋活这个脚怕吗 就现在白棋如果活这个脚 感觉黑棋走外边 黑棋应该 如果现在白棋 你如果还是挡 那我冲在这 你如果挡这个 那我就接上 这样白棋的借用 会不会少一些 有没有可能 外边 这里你说了算 说了算 那我就说了算了 这棋我感觉黑棋 好像应该这样反击 就事实的反击 对 这个我觉得这被压两下 痛苦难难 这个地方 这被压两下 这个棋子 然后白棋这边再挡下 就这边如果白棋 多几个子的话 这个脚上其实你可能 将来还在补是吧 就是 感觉还有味道 你肯定是很难受 就比如说将来别人 就算虎一把 你也是非常痛苦 所以白棋这个处理的 还是挺好的 就你如果算白棋虎一下 其实就是跟咱们刚才 我摆的那个图 就本来是这样 你现在变成这样 对 这边是一样的 你本来挡完之后 你挡下来 这边是一样的 但这边你本来是 你打了粘起来的 现在你被压下去了 对 这样白棋 你看他这个眼位明显是好的 对啊 是不是有可能亏了 有可能 我就在这讲行 好像吓起来 可能自己 你可以啊 你是能干的 我觉得战斗力可以的 横冲直撞 这步棋 是古子豪了 对 其实我们说了 李轩豪现在确实是很强 但是古老师也不弱 对吧 古老师现在我们等级分第二 去年其实古老师也是战绩 特别的英勇 对 冲了跳 哇塞 那这个棋就 而且这个古子豪 他的棋风也是战斗 战斗力惊人 战斗力惊人 所以 这个他来进攻 其实应该是 一般人我觉得也 扛不住 不太好扛得住 扛不住 对吧 看看李轩豪 看看李轩豪 他轩豪能不能扛住 尖这个 这个应该得挡 这个棋你要这样被冲下来 肯定应该不太行 这个得挡 然后再冲这个 冲这个 对 这样 我怎么感觉好奇怪 黑棋这个棋 对 王老师我感觉 我感觉有点硬 黑棋这个棋下的 这样 感觉黑棋 白棋特别的 像泥鳅一样那种感觉 对 就是这个棋 如果黑棋能 就是黑棋 如果能先打到一下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好了 对 现在你打不到 打不中的话 就是感觉他这个借用好多 他也很轻很灵活 刚才我们一直说 这个角上 如果这边白棋 结果子多的话 角上是味道不太好 有点问题 你看现在白棋 你看他就好像是 那种行云流水一样 就顺着你走 但是黑棋 你看他如果不点 他本来其实可以煎这个 煎这个的话 他是不是又担心 白棋跟他转换 我就是觉得有没有可能 就这样的话 可能白棋转换了 也可能 白棋是不是 我觉得这样转换 也可以接受 白棋是不是也可以接受 白棋应该可以 也可以 那就是说 这个地方等于 如果他煎的话 那你如果冲 他断 这样的话 是不是 这样的话 好像白棋要重一些 是不是 这样白棋重一些 但是黑棋 也不见得行 就是这个地方 你好像吃不掉它 你吃不掉它 就是如果吃不掉它的话 你自己也不好下 自己行 也不太好 两难 这个时候 但是你要不煎 就是你煎这个 如果白的不冲断 你将来马上双太 那就舒服了 但白的肯定当天就给你冲断 你这转换感觉 所以说他走在这 但走在这 人家他不让你下这 他把这个要点给你堵住了 他要给你堵住了 他现在说能不能先打 你要是先打的话 可能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转换了 可能也是转换了 就是打我粘上 你要粘上之后 那我估计我也是转换了 我就给你走外边了 这样子这个 这个好像损失更残重 对 不行 所以他不敢先打 所以先粘 但先来打 那这人就不粘了 他就灵活了 很灵活 你看现在脚上出气 脚上是 是个收气吧 应该是 是个收气 爬吗 爬了 爬了 爬了之后搬 搬了 其实白旗这里呢 就是想让黑旗在里面收气吃 收气吃 对 收气吃 他外边这些争取到先手 就是他争取是什么呀 如果你现在我搬虎 比如说你现在你走一个 对 那么呢 我粘不行 粘饼断上 我粘这个 然后你粘上之后呢 我给你夹住 对 给你夹住 那么你给我冲断了之后呢 我从上面再活 这样我上面走了 我再活 这样就灵活了 你如果要冲断的话 自身也要被打成这个 激情也很难受 打成瘀形 对 他如果上直接沾了夹呢 可能这边你走不到 也许黑旗冲断完 你可能你不活 你走不到了 那么他这地方 他先保留着 他先给你走上面 他这个次序也是下得好 下得很好 就黑旗你要不下呢 这地方也不行 为什么 就是说白旗这个冲是先手 他冲完之后啊 白旗这一粒 他气非常长 他扳一下前手 一二三四五 他里边有五口气 加上这一口气 他也六口气 那黑的你说 他可能对杀有点 杀不过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了 虽然有只眼 所以说黑旗不能妥协 这个地方 黑旗先打吃 要求打一下 要求打一下 但白的肯定就给你打截了 给你开截 给你开截 然后你提截 我再顺手截才冲一下 然后再提过来 提过来之后 黑旗 黑旗就单提的 把这个走了 这个也是消截才是不是 就是他上面走不了 就是他肯定是消截才 他走不动 走不动了 就是他走这个白旗 咱们还是刚才那个 就等于你多打一下 没什么 就是白旗该活还是活 但你走这个关键是白旗 我觉得他不见得放过你 他如果提一个 你搬住 那么这个地方 由于黑白旗没有眼 那么黑旗其实等于 目数还是不错的 对 就我不用算收气了 对 这地方 但是白旗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你 他肯定是要立下来 这一旗 我觉得他肯定要立 是实际上就是立的 继续跟你 对 他肯定要打截 已经是一个 打截了 打截了 局部就打截了 你提我就断 这个地方 我本身截很舒服 这个旗感觉 感觉配旗已经不行了 因为你想这个局部原本就是黑旗的大脚 对 这里其实包括这边后市 是 一个脚 这个可能是 这个是一个冰团 黑旗是一个冰团作战 但是现在这个结果 脚上成了一个打截活 就感觉我们这个 这宣号这个白旗感觉就是用了一个牌 用了一个牌 战胜了别人一个旅 对 旗子的效率太高了 太高了 这肯定是一个以少胜多 对 以少胜多 那你这边就算是个军师 那你其他的这个白阵 是 就是你负用的了 是 提节 现在是冲吗 这期是不是只有冲了 对 冲了 只有冲这个 冲这个 然后吃这个 冲这个 现在就是白的 我吃这个 黑的提 白的走这个 那肯定不要了吧 黑的就不要了 但其实下成这样 感觉黑气也不行 对啊 这下成这样 我们就说 原来这个是一个完全是黑阵的 对吧 肯定是黑气 子力多很多的 这个白气活脚 其实这样白气不好吗 白气活脚也活得很大 白气量也挺好的 可以行 但他就实在吃这个 吃这个黑的提节 然后他再找结 再找这个结 再找这个结 黑气还是硬了 黑气硬了 那等于将来还能再 然后再粘吗 粘住了 提节的时候 黑气粘了 粘上了 粘上那不是 这不能粘吧 这个起 这怎么着也得粘这个 我觉得 粘住才打 打我提 你铺 对你铺这个结 我给你削了 你削了 你削了吗 其实白的不便宜 这边不是还多了一个段 对啊 这多了个段 其实白的不便宜 就本来 他打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粘住 黑气还不能粘 他这起本来 他走在这 不挺好的吗 走在这 这个地方 白气还不如直接提三个好 白气会不会 就可以粘这个找结 粘这个找结 像这个我就吃到这个 那他还是这个大吧 是吧 那还是这个大 就其实我觉得白的这样更好 因为提三个比 刚才提四个好 提四个这还是个断头 这个起 我觉得黑气还是应该继续粘上 这粘里边这个起 我感觉不行 这个起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粘这个 白气它打结 它是打在这的 它这个起 它打在这的话 你这个起 等于它这个感觉 便宜一手起 它没打在这 它拐 原来是这样 然后提 提的话它粘上是吧 它不找结了 那太狠了 那不找结了 那黑的只能收气 收气 现在因为黑的 现在走外边的话 也没结彩 黑气 这走外边 打吃一提 没结彩 全盘没结彩 只能收这个气 那白的从这提 然后黑的这样收 然后白的这样提 那这黑的 怎么感觉 它一个举步 就没的 没的了 然后呢 96 这个只能起 然后开结 对 开结完了 是不是加一个就行 它要压住 压这个 加一个 加一个就行 然后这个没办法 只能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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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黑气打 打住 这个好像黑气 白气还是大获成功 这感觉 黑气已经没有了 这个气 就是这个控 白气就没有损失 没有损失 本来就是黑气的控 就是可能还便宜了 木树 因为我们想 当时它突然以后 压过来 这个脚 本来就是黑气 本来就是这样 本来就是黑气的脚 它就是也没有完全往外扩张 就是还进去了 收气了几个 对 还收了几个 还收了几个 然后白气通过这个 这力道的一路 多了个虎 力道的一路 这个地方给你拔了 然后这个地方 给你打回来了 然后黑气 就是黑气可以说是 只能贴回去 然后黑气拔 就是毫无所获 黑气 那白气就是全都是便宜 对 白气现在已经 这个眼位非常充足 就刚才孤零零的几颗白子 现在已经活得这个 活得不小 活得不小 这棋没法看了 这个棋感觉 黑棋 这白的 会觉得好太多了吧 这个棋感觉 黑的现在就这块木树 十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 二十五 二零 二十七 对 二十七木棋 三十七木棋 全满不到四十木棋 白的这一手 两手 三手 四手 五手 这五手棋 价值就绝对是有四十木的 嗯 那就跟白现在差不多了 那白的这 都是多的了 黑的这块还没火 这感觉 这个棋应该是黑的 对 这个确实是差距 现在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就是还是这里进攻的时候 没攻好 是吧 黑系没攻好 怎么攻好呢 哈哈哈哈 不是 我知道了 打了瞻 打了瞻 我还是支持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打了瞻 有可能 我感觉 嗯 怎么办 再看看呀 这个古老师 这么强大的力量 居然 这个 是吧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这个 这个 宣豪太恐怖了 嗯 这个棋不出 大的问题 我估计 黑棋是 难的 很难翻盘 主要是差距有一点大 就他们这种级别棋手 这么大的差距 太难了 对 而且这个棋盘就越来越小了 关键是 对 白棋居然全是活的 全是厚的 嗯 如果说你刚开始 哪怕你刚开始一个地方 算错了 误算 可能棋盘大一点 还有空间 可操作空间多一些 现在这个 嗯 大致都定型了 嗯 不容 很难 这白棋太厚了 嗯 就接上 就接上 嗯 接上 黑棋打下去还是不成立 白的一拐还是不成立 先尖一个 尖如果白的拐 它就能吃了 对 对黑棋来说 现在也必须把这个木啊 对 它只能 撑住 对 这块棋就当看不见了 对对对 可是按说这块棋 其实是不活的 就是挺薄的 因为它力道这 这体还先手 你这底下基本上没有眼 挺薄的 但是你顾不上了 顾不上 嗯 这个针子是 针子应该是有 肯定应该有利用 不然不能跑 不用算了 但是它打起来 把你打中了 对 它打起来 看你要不要跑 这个 加和 这个 这个角上加是不是健合了 其实说实话 本身从棋的角度来说 可能黑的不能跑 这个有点过分了 就是这本来是健合了 对 就本来 但是呢 要是郭老师 觉得你知道我直接爬 被你一提 就是这个提 这个棋彻底就没有变化 对对对 所以呢 它明知这个棋不可为吧 它也得先这么下了 对 现在是这种 拼胜负的态度 对 嗯 然后这个棋 它脚上得爬住 然后被白了一夹 就等于我们看 其实棋友说 这要不理解 这白棋 这黑的跑出来干嘛 还不送死吗 嗯 但是它就是这样的话呢 它至少还没有被提干净 这样搬出去呢 争取利用这个 看它上面找点机会 对 就是明知不行 但是也就拼一下了 对 这现在是 肯定是一个拼搏的状态 对 常规下法很难了 很难了 嗯 尖 尖 白棋 黑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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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这个 黑棋 不利 这其实 主要它断 如果你走多了 我断先手 你得补住 然后我一扳 扳了一扣 嗯 你这地方 但是利 它就 白棋 请 随便处理一下 是 白棋 处理这个 是不是有点 这白棋感觉就把贴回来不好吗 嗯 为什么不贴回来 对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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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稍微失误了一点 给对手一些机会 这也 它可能就是 想让你连回去 然后自己就 活了 跳一跳 嗯 盯住 提一下 这是权力 嗯 然后呢 断掉 对 怎么又给断了 这个棋 又给断了 就断回来了 就断回来了 然后可以再冲 挡住 直接住 这一串 我感觉还是谁啊 嗯 郭老师便宜了 这个地方 熏豪 这个拆二 肯定应该贴回来 这个棋 这一串明显 嗯 失误了 对手一些机会 是吧 还是失误了一点点的 我感觉 嗯 并不是一个机器 哈哈 因为走成这样 好像 就木树肯定 白棋是亏了嘛 嗯 白的很 这两眼做活 然后这个地方 被黑的仙手 吃着一个子 然后还有眼味 将来黑棋 这个地方 是不是走一个 就要活了呀 这个地方 黑棋 活之前 先冲了一下 嗯 就是我将来 将来一顶 我应该快活了 顶 如果你走 上面 我挤这个打结 你要走这个 我一路 历史仙手 对 我就活了 这一串 还是便宜了 黑棋 嗯 但是好像 没什么用 这白的不死 白黑棋 没什么 黑棋 现在是活了 是吧 现在黑白都活了 之后 等于黑的 还是40木嘛 这边 然后424 4648 50 50多一点 嗯 白的等于 这个123 45678 这算两木齐 10木齐 嗯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围出40木 就旁边差不多 就比如说白的 如果尖一个 19 20 30 40 它40 还有富裕 嗯 白棋 潜力还大 潜力还大 跳 然后补在这儿 黑棋 补在这儿 就差不多 一个样子 就是打结 就是你走这个 就白的 比如说补一个 嗯 我 我 我搬一个 嗯 你挤我走 你也是打结货 嗯 然后你补在这儿 可能稍微好一点 就是 我走着这儿 可能直接打结货 嗯 那打结货 就是还是存在隐患 黑白棋 它不用马上沾 嗯 白棋 都打成 嗯 然后再打结货 尖冲 加这个 加一个 哦 好奇 它是立先手 你要是立下来的话 我靠断 这个先手 你这边就死 因为跟这边死活有关系 黑棋要做活 可能将来要利用 这个一路地 对 对 这黑棋 挣住 忍 忍住 好 这跟我们刚才判断形式 又差了好多 差了好几目 差了好几目 嗯 那有点难 那是难呢 点 跳出来 好稳啊 是写 白的下来 好稳 点个角 这个点角确实 很淘气 嗯 就围住 你看它就 判断很清楚 对 嗯 就围住 现在是不是有40目了 这40目不止吧 我感觉 这50目应该有吧 10 20 32 42 现在45 55 就快60目了 这块 那这个 木树 这个追赶起来太累了 太累了 就快60目了 刚才判断说 有40目 40目就旁边差不多了 嗯 40目就旁边差不多了 你看 差不少了 关键白气 还都 比较厚 对 都比较厚 就现在这边 就这块 这里还有点薄 这里要处理好 嗯 这还飞下来呢 飞下来 上面有个打结火 黑旗也不能乱动 还有个打结火 我们刚才点幕其实就没有计算这个打结火 没有算打结火 就算它是净火了 对 算黑旗是净火 黑旗你要一定要乱动的话 它给你打结 所以这个旗基本上就是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局部 一站定江山 对 这一个局部下完 可能我跟古老师下午我也能赢下来了 这期应该 何况是我们的宣公智能 是吧 古老师下这期也感觉很绝望 感觉应该是挺难受 很郁闷的 很郁闷 这个王之王赛呢 也是 其实也是 挺大的一个比赛 挺大的 是吧 因为这个奖金很高 对 首先你参赛这个阵容都是 基本上都是 对 冠军起手 王中王嘛 嗯 然后他这个八个人下单败淘汰 最终冠军奖金有100万人民币 亚军40万 确实 就是规格是很高的 昨天李轩好像赢得两顶心 是吧 许佳阳吧 许佳阳 对 许佳阳 许佳阳 看看现在白七就把这块去做活了 这盘棋应该就是稳稳的拿下了 木树肯定是够了 嗯 木树肯定是够了 顶 顶了斑 黑七得穿吧 这七不能让白的作业 李轩豪确实是今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就太神奇了 是 我看到那个他们韩国的国家队教练 穆贞硕 穆贞硕有段也说了 说他现在就是特别关注的就是李轩豪 特别关注李轩豪是吗 哦 巴拉拉小摩仙吗不是 小摩仙 对 我们无一名是小摩女 这李轩豪是小摩仙 小摩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男性角色在这 不知道啊 有 是不是小摩仙是个是 小王 有个什么小王子吗 里面 小王子 我不记得了 反正是很神奇就对了 嗯 然后黑七是不是自己战死了 这个七 这白的搬完一沾 白一搬 哦 白的黑的是不是自己战死了 然后吃 吃得吃 吃这个 然后沾上 这黑的是不是自己进去了 杀白起 自己杀气 就两口气 你说 说实话 你说前半盘 你说和AI练得多啊 这个这个 对AI理解深 就布局强 嗯 也就罢了 你说这中后盘也这么强 力量也这么大 这太 确实是 无敌了 对啊 就是 强呀 然后 点 来杀这块白的 肯定是杀不掉 嗯 肯定是杀不掉 后盘盘好像也没有 当然这盘棋可能也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 它一个局部就已经奠定了特别大的优势 是 嗯 就后面白起呢 也想要出错的空间也不大 配齐还在顽强 而且说实话 这样的齐啊 它容错率也比较高 就是你翻起来小错误 可能问题也不太大 是吧 是 团一个可以活是吧 这样的话 打吃打吃 这个就苦先手断了 嗯 你要进来 我就冲 嗯 然后我就断 这都是命令型 嗯 对吧 你得粘上 嗯 首先这上面 已经不知道是啥了 然后打吃这个 然后你要破眼就能跑 然后打吃 嗯 然后你粘上 然后我这边 维虎 这个AB肩合了 这要两段 这个不能坚固了 嗯 是 是活的 是活的 黑的就粘上了 实战 嗯 白七粘这个 白七不活 嗯 白七不活 啊 党这个 冲这个 白七不吃 白七这么温柔了 嗯 他为什么不挡呢 赢了呗 不像他 啊 赢了呗 你看我们刚才小魔女 是吧 啊 不不 这个 吴亦鸣可以打劫要净杀 但是 其实那 作为那个刚才 那排棋 吴亦鸣 那我还觉得他应该打劫 其实 对 他其实退一步 这个棋就比较稳 是 其实他现在也是 他退一步就比较稳 就你可以回来 但是我就 就把这一棋 你这个棋 就是 已经 是这个 是这个 然后虎 哦 挤这个我挤住 嗯 你打吃我粘上 嗯 你吃 嗯 我就简单收关 嗯 平稳运行了 是吧 对 就是说 其实刚才 小慕女那个棋 我也是建议他 其实应该是收 对那个风险太大了 对 他应该是收冰的 是 他应该收冰更好 嗯 断 嗯 挤住 这块钱还没有活是吧 断了 还没有活 挤一个还得做活 然后立下来 啊 吃应该就给了 嗯 就这个 这个是 就是说 可能男子棋手 和女子棋手的 一个差别 对 对 更理性一点 对 男棋手的棋 确实下得 嗯 没有那么 对 没有那么冲动 好像没有那么情绪化 但是我们点下目吧 这个棋感觉 好的 点下目 黑棋 黑棋算 不知道怎么算 算简单 算什么 一二三四五 十五 这个棋 后面还进行了 一些手术 四十四 五十五 后面还进行了 一些手术 但是可能确实 和胜负呢 没有太大关系了 黑的六十目 浩尔老师 判断一下形势 黑的六十目强一些 就这个结算 白的就沾上 让黑的做活 黑的六十目强一些 白的这里 大概是一二三四五 六 浩尔老师 给我们判断一下形势 四十二 四十八 五十八 我就要十七十 看看现在 白棋的优势有多大 白棋盘面都要好 好出一些了 而且现在这个 空间越来越小 是吧 想要争胜负 这个很难了 后面是还进行了 黑棋盘面都不够了 对 还进行了几十手 可能已经 是无关了 无关了 对 最终这盘棋是 李轩豪直白中盘 战胜了 骨子豪九段 那么李轩豪也 晋军了 晋级了决赛了 决赛 明天呢 也将会是 王中王的决赛 这个李轩豪 确实是 现在状态太好了 看看明天 小摩仙 是不是还能这么摩仙 你看这两位 这个吴玉民 小摩女 还有这个李轩豪 今年状态这么神奇 神奇小子 是吧 神奇小子 这个都是大家 比较关注的 所以明天 同一时间 还请各位观众 继续锁定 我们的天原频道 来收看这两盘 两项比赛 好 那今天也感谢 浩阳老师 我们进行两盘精彩的点评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